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有些西方文明國家 例如德國這樣 他們為了繼續保持與中國的友好關係 繼續去賺取人民幣 撈取對華的貿易利益 於是在某一些敏感議題上 他們就選擇對中國軟弱 甚至是禁聲 但是在同一個世界上 也有另外一些國家 雖然絕無僅有 都是有 就是將核心價值置於利益之上 例如是捷克和澳洲 澳洲總理莫里森 最近對於中國一連串反制澳洲的措施 作出了一個非常嚴厲的反駁 他是怎樣說 他說澳洲絕對不會被中國的經濟脅迫 是所威嚇得到的 雖然澳洲是一個開放貿易的國家 但是澳洲絕對不會為了回應其他國家的脅迫 而出賣自己的價值觀 另外他就被問及到 怎麼看中國故意針對澳洲的原因 莫里森就說 這些是中國領導人的事 澳洲根本什麼都沒有做到 也沒有追求任何國家要和澳洲擁有一樣的價值觀 甚至乎沒有透過任何手段 想著與中國敵對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 中國有關部門對澳洲的提醒是基於大量事實 不知道澳洲領導人所說的脅迫從何而來 源頭是否正是澳洲想尋找真相 要求就著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 展開一個國際間獨立調查委員會 於是便捉弄了中國 實際上中國駐澳洲大事成經業 較早前都已經放了風 澳洲如果繼續搞這些所謂的獨立調查把氣 就要對澳洲有一些反制措施 例如中國人民可能不會那麼喜歡澳洲 實際上這些算不算是脅迫 然後就有一連串反制澳洲的措施 首先就是減少進口三成半的澳洲牛肉 然後就對於澳洲的大脈 實施了懲罰性的關稅 一加就加八成 等同於宣布停止進口 因為那些價格完全沒有競爭性 再後來就由中國文化和旅遊報 就發表了一個旅遊警示 就說澳洲國內對於華人和亞裔的種族歧視 言行和暴力活動明顯增加 提醒中國國民千萬不要去澳洲旅遊 實際上這些就是生安白做的 各位住在澳洲的益友 請問有沒有出現這些情況 還是只虛烏有的呢 這樣還沒算 後來又到中國教育部 發表了一份2020年第一號的流學預警 就說由於疫情蔓延的勢頭 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國際旅行和開放校園存在著風險 要提醒所有的留學生做好風險評估 當前要謹慎選擇父澳或反澳學習 到底是否反映事實呢 當然不是 一牽涉到這些利益有關的事情 實情就算在澳洲國內 都是眾說紛紜的 都是有不同的意見 因為有些人當然想借助教育產業來賺錢 而事實上 教育產業在澳洲來說 就是第四大的外匯收入來源 故此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收益 而且根據上年度的統計數字 在44萬的澳洲留學生當中 中國人佔了大約3成7 換言之 中國留學生佔了大約16萬 在這麼龐大的利益驅使下 當然有些院校想力還狂難 中國留學生盡量有多少 就有多少 因為賺少了崩 都好像覺得虧得入獄 其中一個出聲的就是八校聯盟 八校聯盟是由八間澳洲名牌大學 所組成的聯盟 他們說 大學無端被捲入了外交紛爭 國際教育被當作政治棋子 表示非常失望 而中國大使館曾經說過 在疫情期間 沒有收到任何學生遭到襲擊的報告 也不會干涉任何學生去旅遊 但現在對於新的教育警示 就感到非常擔憂 這件事其實也不能擔憂 因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其實現在澳洲的教育產業 和香港的旅遊業 都面臨一個非常相似的問題 就是客源單一化 當你強烈去依靠某一個來源地的留學生 當然在經濟上會對他造成依賴 沒錯 當你和這個國家關係友好的時候 當然會賺到盆滿撥滿 但當有什麼意欲利用這個利益來脅迫你 你真的站在那裡 你就會陷入一個兩欄 到底是放棄自己的底線去賺取利益 還是總理莫里森 堅持價值觀 但可能會面臨損失 但其實這個損失你不要忘記 當初如果你不是過度依賴這個客源 是不存在的 好了 現在澳洲當然可以做的是什麼 就是將客源邁向國際化 你重新面向國際 向國際來收生 實際上澳洲的大專院校 在國際上來說 都是很有競爭力的 當然澳洲的教育產業 比香港的旅遊業來說 就是賺多很多倍的錢 因為不僅那家大專院校要收學費 而且當留學生去到當地的時候 起碼要租宿舍或租屋住 然後所有起居飲食全都是錢 所以澳洲的產業就賺多很多 但在澳洲的政界和民間 也開始出現一種聲音 就說澳洲的大學不能夠 在收入上過度依賴單一的國家 其實和香港的旅遊業就很相似 賺錢的就是極少數人 但是那個代價就是全民來賣單 你想想 在澳洲來說 中國的留學生是有16萬人 而澳洲人口只不過是2200萬 即是佔了差不多百分之一的人 大家想想 在香港750萬人口 如果百分之一就是75000個 中國的大學生在香港走來走去 你說會怎樣呢 當然結果就是那些大專院校 就賺到盆滿缽滿 然後那些業主也不優武租客 但是那個代價就是全民來承受 故此兩地的情況是挺類似的 但是當然澳洲的教育產業 那個規模就是香港的旅遊業的很多倍 因為香港實在迎來了太多的低端旅客 但是澳洲始終要去留學 沒有那麼多的錢都去不了 其實澳洲總理莫里森現在作出這個表態 基本上也是告訴大家 澳洲就是全面地向美國和五眼聯盟來靠攏 就不買中國的帳 當然他能夠說話說得那麼大聲 腰骨挺得那麼直 也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因素 就是中國極支養賴澳洲鐵礦砂 因為原材料不夠的時候 就連濟礦也成問題 雖然目前中國出產的鐵礦砂 就是全球最多也遠遠拋離澳洲 但是這個產量 都是滿足不了中國的需求 尤其是在現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 中國很大機會 又要依賴去興建這些基礎設施 來拉動經濟 所以鐵礦砂的需求非常恩切 你是不能去反制澳洲 在這方面 所以澳洲也有得天獨候的優勢 所以說話大聲一點也沒辦法 當然這個企硬也不是必然的 也要欣賞莫里森 因為有些政黨在澳洲也不是企硬的 雖然有著天然資源的優勢 比如說工黨已經是 在維多利亞省那裡 無厘頭跟大陸簽了一帶一路的協議 你作為一個省 怎麼可以私下跟一個國家簽訂這些協議呢? 你豈不是無視了澳洲聯邦政府? 所以工黨這個舉動在澳洲的政界和民間 都是為人救病的 接著就說說另一則消息 其實也是關於中國的 美國參議員Rick Scott 他踢爆了 說原來大陸根本上沒有依照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當中 兌現增加購買美國貨品的承諾 他所引述的數據顯示 今年的頭四個月 中國大陸從美國的進口量 就連去年的一半都做不到 而且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出口持續增長 在四月份的時候 美國的貿易赤字達到了453億美元 去到五月更加之達到629億美元 只不過中國進口美國的貨量 遠遠達不到承諾所要求 這件事其實已經預算了 雖然在農產品方面 中國似乎都是達標的 根據已知的數據 但是因為中國本身有這樣的需求 至於在其他方面 沒有理由 中國還去買這麼多飛機 或者買其他產品 因為根本上他自己都沒彩 而且到底他會不會走 現在這位Rick Scott 當然擔心中國會這樣做 但是也不到你擔心 因為特朗普都陷於一個兩難 如果他去實施一個所謂回彈機制的時候 又擔心距離總統大選的日子 實在太近了 一旦回彈起來的時候 彈傷美國的經濟 那就中了大陸的圈套 所謂合則兩利 然後鬥則兩雙 中國有什麼所謂 他說吃草也可以 但是美國就來大選 故此特朗普其實也是有些頭暑忌器 而且我們也曾經分析過 由於這個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就是特朗普其中一個引以為傲的政績 沒有理由現在就去承認 這一筊就變成了一筊廢紙 原來是被中國找了笨 中國也不打算去兌現承諾 至少就算是撕毀也好 也要講到總統大選以後的事 因為在總統大選之前 這個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名義上怎麼都會放在這裏 這是我的研判 否則的話 特朗普又在短時間之內 如何去尋找一個新的政績 來去替代這個貿易協議 因為特朗普也說明了 過去這麼多年 由民主黨執政的時期 那八年 這個貿易赤字就是增加了一倍那麼多 現在他就是拿來撥亂反正的 如果說根本上也做不到這個效果 豈不是公規一軌 豈不是在過去兩三年以來 百亡一搶 所以特朗普也是一個兩難之處 故此中國看準了這個機會 便去採取一個拖字決 他只是買農產品因為他需要 其他方面就暫時撐住 等到美國總統大選以後 他才去決定下一步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